好 吃蜂了 謝謝 謝謝董的老闆娘 謝謝麥當 謝謝趙薇 謝謝 我以為這次來這邊是桂泥 過年啦 桂泥也沒吃這麼好 我剛剛聽到花博宴很好奇 沒想到這個菜是這麼豐富 董的我們很豐富 這OK啦 大家開心就好了 我們就配合這邊觀光旅遊局 沖這個花博 所以我們蠻用心的 所以這真的是配合花博 我看很多道菜都有花 像這邊有放一些花 這都可以吃的嗎 是的 上面的花的部分都是食用花 而且都有經過我們的SGS 檢驗認證都是可以吃的 這菜真的很豐富 不但豐富還有看到聖誕樹 還會閃燈 有 很應景 對 因為待會的話就可以介紹幾道 這一次花博宴席特別的招牌菜 那在梅芊旁邊這位 是 外大王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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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沒講話 你感覺跟大尾很像 跟什麼關係 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 有 很像 很像 我們主要是負責哪一部分 負責整個園區的營運管理 更好的品質去提供給顧客 有 聽到趙薇這樣說 這樣有放心了 有啦 也是要磨練磨練 還要磨練 我也繼續在學習 大家都在學習 是 那這次來到這邊 可以說是度假又來看這個花博 真的很愉快 對 然後又住到這麼好的環境 這麼好的視野 謝謝大家 先 謝謝大家 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聽說這邊的火龍果是特別好的 對 是 這個火龍果的話 是我們外埔在地 小籠種的火龍果 而且外埔的火龍果的話 都會外銷到日本去 甜度特別 感覺好像染色的 純天啦 純天啦 染色 才是一樣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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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第一個禮物 對 我們的餐不只是花這些花 不只是擺飾 我們還以花入菜 這個難度非常高 因為一般來講花 它並不是好吃的東西 那我們主廚很厲害 用花來入菜 來把每個菜色都弄得很好吃 不是好吃 而且好看 對 待會兒剛才我問哪一道菜是很棒 他就推薦玫瑰醬 玫瑰醬大排 對 這一文很大文 玫瑰 這樣 這樣就大家一起來了 好 大家一起來 那我們就一面吃 然後一面來介紹這個菜 好 謝謝 來 開動了 開動 好 先 玫瑰醬 煮熱 這菜都很漂亮 對 這個的話 這個杭菊的話也都是可以吃的 這是杭菊 對 那是杭菊 菊算是杭菊 對 這個肋排看起來很豪邁 這夾得也罷了 不過很重要的是它配合那個玫瑰醬 對 那是什麼樣的玫瑰花 這玫瑰花的部分的話 特別採用我們厚禮這邊在地的玫瑰花 而且每次這道菜一端出來的時候 客人就都可以聞到它整個很濃厚的玫瑰花的香味 對 那這邊的話我先幫麥島先夾一個 自己來 來 好 待會兒要先來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來這邊 冰至乳櫃真的很熱情 對 好棒 謝謝 好 真的 大家一起來 就在裡面吃一面聊了 好 真的是很香耶 真的是很香耶 趙 來 你們應該常吃吧 這個常常在吃 趙在吃 我中午才吃 中午才吃 我們吃蜜 那我們就先品嘗一下囉 這個趙也推薦的 對 好 好 你推薦是這樣喝起來 不錯 連那個骨頭都可以剝下去 對 軟骨都可以咬下去 對 很入味耶 是 而且它會稍微有加一些我們這邊在地的蜂蜜 對 而且它會稍微有加一些我們這邊在地的蜂蜜 有點淡淡的味道 對 紅色這就是玫瑰花的花瓣 對 這個特別是用我們的玫瑰花下去釀造出來的 它就連軟骨都已經順到腿可以咬 可以食用的玫瑰花瓣滿貴的 這個材料是好的 又貴 那最近花博的客人沒有比較多 花博期間遊客特別多 而且我們中午可能都滿桌了 還做不下去 所以要做班桌 用餐時間會變成只限制 說在一個小時內 這個太趕了 不然之後要翻桌 其實這邊吃飯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現在是把窗簾拉起來 其實這邊是可以一邊吃飯 然後看夜景的 對 一邊上去 那因為在拍攝打燈會綁光 是的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窗簾拉起來 不過你這樣看 你可以看到外面都是夜景 然後看到大安西對岸 那邊對岸是火焰山 火焰山嘛 告訴公公公 院里那邊 非常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剛剛走了一趟 看到這個視野 園區這裡很漂亮 夜景也是很棒 我要在一面吃 然後一面看夜景 好 那大家來 好 不要聽到 菜那麼多 好 然後再嘗一下我們這一道 這一道也是台灣首發 首發是什麼意思 台灣首發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次在台灣發表的料理 創意料理 最上面這個是青醬 不是麻醬魚 不是麻醬魚 你看麻醬魚 青醬 它這個的話 青醬的部分的話 就有別於我們一般在外面吃的 義大利麵它的青醬 它特別用的是青椒 青龍椒 下去研磨出來的 那早可以先嚐看看 那個青醬的味道 我先嚐 對 就先嚐囉 對 這剛剛董尾推薦第二道就是這個 波斯頓龍蝦 對 哇 這個很奢侈 還好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桂花青醬海波龍 它特別選用一斤足種的海波龍 對 因為我們董事長的意思 不惜成本讓大家吃到最好的 青龍椒 這個名字聽起來也是很特別 青龍 對 我敢去叫這個 糯米椒 對 難怪它的顏色那麼漂亮 糯米椒 像我們去高山那個巷島 他們也會帶去炒那個小魚乾 沒有這個 這炒小魚乾很好吃 不錯 很好吃 很棒 它應該沒有非常的嗆辣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嗆辣的感覺 那這一道 這一道的話是我們的 葉木仙子燉烏雞 燉烏雞啊 葉木仙子 葉木仙子燉烏雞 燉烏雞 燉湯烏雞 對 烏雞 來 烤一下麥倒 好 好 什麼叫做葉木仙子呢 葉木仙子啊 對 這要猜是 對 猜它是什麼花 葉木仙子 是夜間開的花嗎 好聰明 才對半了 那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嗎 可以 來咬一下好了 既然推薦這道湯 那一定要看一下 你看這個 桌子那麼大 這個要站起來咬 好 哇 葉木仙子 葉木仙子 葉前開的花 對 然後也是我們在地的 那我們剛剛 那個有介紹到的 某一種水果的花 我只有猜到 就是很好喝 很香 什麼花不重要 好 好 好 我們直接公布 好 對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火龍果花 火龍果 就是火龍果的花 剛剛說有介紹到的水果 所以火龍果花是晚上開的 對 是的 它有點像檀花 對 檀花 很大一種 對 它們就是同類的東西 對 所以火龍果的花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 對 火龍果的話它附有豐富的膠質 跟膳食纖維 所以我們的湯喝起來的話 它非常的滑溜滑溜 真的很甜 對 這邊的特產真的是好喝 這喝起來 我覺得跟平常吃到的火龍果 不太一樣 它好像有一層那種 膠的感覺 對 因為它的膠質很多 好像果凍一種感覺 對 對 我們沒有勾芡 這不是勾芡 對 因為我們喝的時候感覺 好像跟平常喝的火龍果 這不太一樣 它就很濃 然後有一種果膠的感覺 對 而且這個對我們女生來講的話 也很好 因為它附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所以這養顏美容 對 養顏美容 又整建腸胃 對 那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努力 這一搭 大家趕快 做菜 真的要努力的吃 才能把它吃完 今天來這邊好像是過年吃甜言飯 來回家的感覺 請讚 整桌很澎湃的桌 好 周圍來威羅 好 可以 好 這樣吃完菜 然後又可以再去泡個湯 對 然後一早起來又可以來這邊 運動 賞景 對 真的是很享受 那你就會不想回家了 這樣 再來多住一碗 好 聊一碗 可以嗎 沒問題 繼續加油 好的 來 拼湯這邊甜點 還有特色的菜 這個我的最愛 是什麼 樹葉窩 樹葉 對 你剛說樹葉窩 對 對 所以要 那我猜是什麼 是樹葉窩 裡面是有什麼 哪一道是樹葉窩 蘿漢 對 對 桂花香蜜蘿漢露 對 這一道 這一道 甜點 因為外島的湯 你說到甜點 我就想到樹葉窩 我們這菜 你看多有特色 還有樹在前面 兩色大樹 還會閃光 真的 這個就是樹葉窩 這個要來 對 這只要跟外島烤試一下 也要烤一下 這已經燉得很濃稠了 對 這要燉很久 這是樹食的 樹食的 樹食也可以吃就對了 對 樹食也可以吃 我們可以轉回讓它看一下 好 這棵樹因為太高大 會把它當住 讓它移一下 樹葉窩 好 那一樣也是烤一下麥島 對 這個樹葉窩呢 是用什麼的 我聞到了一種花香了 是桂花 八月桂花香 桂花 很棒 對 對 有加一點桂花 好 那我們的樹葉窩 這個葉窩是用什麼做的呢 其實在這邊的客人 100個當中 有99個才不到 有點像海邊的那種 真的 石花丼 某一種瓜 瓜喔 對 瓜類的 瓜類的 可是瓜一般感覺不會像這樣 對 它也是像 對 也是像古董的感覺 所以湯哥 對 所以它也是熬很久的時候 東瓜 耶 大葉窩 這百分之九 真的 百分之 那個百分之一這樣子 對 夢到的 對 這個菜的話都有獎品的耶 結果都沒有人猜得到 真的喔 就是九個人猜不到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道 冰淇淋還很高很完整的 現在已經融化了 這不是菜了嗎 這個是我們的招牌甜點 蜜糖吐司 每一個客人來到這邊的話 必點 蜜糖吐司 丹麥黑糖吐司 那丹麥黑糖吐司呢 我們把它剛烤出來的時候 熱熱的 加上我們的冰淇淋一起吃 就會有那種 談戀愛的感覺 你看我一下 有嗎 有 有 要剁住一碗 好 剁住一碗 所以這是甜點 對 吃完才有甜點 還有這個冰淇淋 對 沒有錯 這小朋友來的話 開心的 小人 小孩跟大人都喜歡 對 不是小孩 長太快了 有戀愛的感覺 有啦 有 還可以沾著冰淇淋吃 如果吃完一桌菜 再吃這道菜 對 那我們就繼續加油啦 好 繼續吃 大家耗著吃我們的花博宴 好 再去看花博 對 或者是看我花博 來台中看花博 品花餐 泡花湯 最棒的 那我們就大家去吃 好 繼續 過去我們記錄過 最喜愛乙花入菜的吃花一族 就是軟姐所屬的 雲南少數民族 甚至擅長 以涼拌或沖辣椒的方式料理 邁哥一直忘不了那股致命的沖辣酸 這桌花宴不同於邊疆菜肴的爽朗消融 但真實可見朵朵花瓣和鮮活的色彩 更增添一些交柔和美學 再加上邊享用邊吸收知識 邊煮盡歡 休閒園區主人和鹿有段奇緣 舉凡民宿和油氣設施都可見路 當然 除了南洋風的庭園水景可賞外 室內花湯聽說更令人怒眩神癡 聽說更令人閒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